出排卵药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呢 一般我们在月经的第三到五天开始吃 我们在开始吃出排卵药的时候 要给患者做一个阴道B超 这个时候我们要排除卵巢囊种 因为我们观察一个卵炮的发育是动态的 如果病人突然来了 长了一个东西 我们判断不了它是卵炮还是囊种 那我们根据B超动态监测 才知道如果它不断的在长 那它就是个卵炮 所以说在三到五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它先做一个B超 如果没有囊种 我们再让它吃上醋排卵药 醋排卵药可以有克罗米芬 可以有来去做 一般我们是吃五天 每天一片 吃五天以后我们就让患者过来 再通过B超来监测卵炮的生长 如果吃了五天以后过来 卵炮还是很小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它加上 醋排卵针 这个时候可以有FSH就是尿原性的 醋卵炮素或者是HMG 就是人的绝晶期的粗性腺激素 这两种药物都有醋排卵的作用 我们打了针以后呢 再监测卵炮的发育 如果患者吃药以后过来 卵炮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了 这时候我们就说 它的卵炮已经进入了一个发育期 我们就不需要给它打针 你就隔两天做B超 观察它的卵炮发育 成熟了以后 给它打排卵针就行了 感谢观看